哈喽,大家好,我是包哥 现在我已经在中越大桥上 这个桥就是中越友谊大桥 后面就是我们中国的河口 看一下,前面就是越南了 我现在在这里已经是中越的条线 跨过去就是越南 给大家看一下 对面,这个后面对面也是越南了 与这条河为中间线 看,这里就是越南的河岸 大家看见了吗 小夕和他的妹妹,琴琴过来了 马上在这里接我 然后包哥再想办法到他家里去 看一下 过来了 你看这个线不能跨过来 这个是中间线 好,我跨过去 好,我们很想你 很想我 好的,前面就是越南了 是的 我们过来吧 你现在还不能过去 跨过去就是进中国了 小夕和他妹妹勤勤 在中越大桥 我们他来接我 今天包哥又进入了越南 在这里启程 明天到你乡下去看一看 好的 好吧 好的 我们什么去 我们就骑摩托车去 骑摩托车 嗯 可以吗 可以到我们的农村 是到你家的农村 是的 你爸妈在家吗 我爸妈都在家 我提前跟他们讲了 明天你会来 明天我会来 已经讲了 已经讲了 好的 就说明天我们早一点过去吧 好的 好吧 可以的 马上今天在越南 我们随便吃一点晚饭 或者怎么的 也是可以 是吧 是的 嗯 我们晚上去吃点什么 然后明天早上早点出发 好的 去我家乡 见我爸妈 好的 见你爸爸是吧 嗯 去看一下 看看你们的农村 去体验一下风土人群 是的 是吧 嗯 小县 现在我已经过来了 过来 因为批纹 这里要到两点半才能弄 因为一个不弄的话 我现在还进不了关 大家看一下 这里都是在这里搞批纹的 搞批纹搞好了 还有今天的风很大 在我们对面 这就是中国何口 小县想问你 上期视频我已经说了 你跟我说了 你爸妈说要在老街买房子 我呢 也听了我自己想了两天 我想房子还是不买 因为我上海有房子 对吧 你如果愿意嫁给我的话 回上海一起生活 你说可行吗 你有什么想法 好吧 我就 我跟着你 就是你想怎么样 我就怎么样 但是主要的是我爸妈 我们还是明天早上去见我爸妈 跟他们见个面 然后我再跟他们就是谈话 对 因为我还有父母 还要考虑到他们的 你知道吗 他们的感受 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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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的 要忙就跟爸妈说说话 说服他们 我想你也知道 因为我们中国的何口 房价也高 对吧 但是比我们上海要便宜 好多了 是的 是吧 我想我们现在还没有开始 先见到你爸妈 与他交流一下再说 你说呢 我同意 可以 可以 这说 马上等一下 你们还要回去有事情 好吧 多少 等明天 如果可以的话 我们一起去见你一下爸妈 我住在 马上我过去 自己找个宾馆住 然后明天早上 你到宾馆来接我就可以了 到你家里去看一下 你们 你不是上次说 你老街也有房子 是的 还有农村也有房子 是的 农村有一个房子 这是老街的房子 是谁的 也是你家的吗 也是我家的 也是你家的 知道你爸妈在农村上吗 是的 我爸妈在农村上 在农村 对 他说先到你农村上去看一下 好的 你明天要来接我的 你明天要来接我的 我去接你 然后带你去见我爸妈 去看一下我家里 哈哈哈哈 这个也蛮好 你们这里越南人要讲彩礼吗 肯定要 也要彩礼的 也要的 好像我听说越南没有彩礼的 有的 也有 大概多少彩礼呢 大概多少 我们明天去问一下我爸妈 问一下 这个要问我爸妈 在这里送也蛮大的 刚刚一小夕和他妹妹聊了一下 包哥终于跨进了越南 也是我到越南 第六次见越南了 是吧 也是包哥人生当中 找个越南的女孩 这么临亲 但是 他的爸妈还没有同意 好多的要求 包哥还在考虑当中 反正 樊桃桥头自乱者 一定要去见他一下 小夕农村的父母 看看他有什么想法 然后再给大家做出正确的答案 好吧 但是我还是这么说 房子 不管在越南 还是在何可 我不买了 你今天如果回家 跟你爸妈 如果沟通一下 如果他一直想不能交流与商量余地 我明天也不打算到你家里去了 如果还有余地的话 我明天 你开摩托车来接我 我们就到你农村上去 尽下你的父母 看一看 关于彩礼 或者这些 大家都可以谈的 但是包哥 房子是肯定不买了 你告诉你妹妹 我 他很难 我们都要 有两点半 他们才上班 我才能快出去 你们两个人要们先回去 好吧 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到龙春都到你家里去 好吧 好的 好的 好 好的 这期视频就录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对包哥的支持与关注 拜拜 关注包哥 带你旅行不迷路